你知道我刚才摧毁的旋律是什么歌吗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首古风暗人的歌好吗 这首就是周董的《青花池》 他选的当然是很好听 因为他就是用我以前说过的五声音节写成的 从来没有用法跟西 所以我们由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一听就觉得很亲切 而且这首歌的词也是大有来头 就是因为他是周董的专用词人 范文山先生所填的 就如我刚才所说旋律是非常动听的 但是范文山的词那里跟青花池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青花池是什么样的东西 很明显就是一项民间的工艺 我自己在这方面不是专家 但我也是一个工艺人 我知道这样做一个青花池是花很多很多时间的 首先应该有一个白色的奇奇的树碑 然后工匠把这个青花一笔一笔扣在上面 可能再要加上其他的配料 还有响乳 然后再平底提脂落缓等等等等 然后再放下姚里肖 然后才能祭出这个成品 真的一点不简单 但是我们在看范文山这个词 我们更觉得他甜词也不简单了 因为刚才我说过的有关苏碑 有关青花 有关青花的勾勒 平胜苗魁的卯丹 还有有识的圈颜 还有平地的提制 还有诗白画称的锦礼 还有林母送提落缓 哇哇哇 只是都显出辽方文山先生 做了很多人就才能写出这样的词 虽然也有人怎么说啊 比方有收藏家曾经说过 青花词歌词里面有一些妙物 比如说在他的角度 在平地书汉意 往前朝的飘意 这位收藏家说 七八年来啊 从来没有人在平地书写个汉意 还有另外一处错误 就是林毛送提落缓式 惦记着你 他说啊 这个送提落缓 只能在抗戏前三角啊 这发廊才提起 青花词从来没见过 即便这样 收藏家在他的角度 找出这么多妙 你也不能不赞叹 方文山填寺工艺 因为在这么小的文字里面 刻画出一个前圣经式的滑卷 实在难得 为什么这个文章说 前圣经式呢 你可以留心第二段证歌 这里说啊 看到锦里在缓底啊 林毛送提落缓式 念着你 啊这个你在什么地方 姚笑里的千年的秘密 那就是这个女生的你 不是现代人 是个一千年成的女要啊 可能是仙女吧 这个主角怎么样可以看到她 是她路过那个江南小镇 我相信就是把这个瓶买回来吧 可是在这个瓶上面的上水画里面 你就是被这个漠视隐去 那其实这一个很迷幻的故事 不是真实的 大意就是这个男主在江南小镇看到一个瓶子 把她买回来慢慢欣赏里面的戏女图啊 怎么经理啊 怎么卯弹啊 怎么看这个汉桥的内书 怎么可能希望拿起笔来啊 画出这个女主啊 或者是一篇文章啊 或者是写一句四句什么的 但是她写不了 所以宣传上有比支持歌一半 故事就是这么朦朦胧胧的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句称 但是这就是不跟一般流行曲的套路嘛 所以我记得这首歌从2007年一直都非常火 很多有名的歌手都在不同节目翻唱歌 我在网 我在网上随便手手 看看有没有粤语的改变吧 我发觉有很多很多 但是好像每一首是能写出原来 幻文章的原意的 好像这首就是把清华词的旋律 配上了《西香记》里面的故事 而这首看是最断听的 我们来听两句啊 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歌词跟原来的意境 肯定没有半点的关系吧 所以现在卡洛斯 已经改变了这么多的国语歌 这一次我一定要拿一点比较难的来改变 才能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 假如你有兴趣看我怎么样改变这首清华词 我能不能拿捏做幻文章 线上原来个词的意境 那就要看我之后的视频了 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关注点赞及转发 再见